炮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粉丝推荐的西班牙恐怖电影《鬼童院》 电影刚开始,在一次大战中,男主被监护人送到了收养所 刚进收养所就看到了一个导弹屹立在院子的中央 而这个收养所是绝腿老婆婆,也就是校长和一个医生老爷爷一起创办的 男主的监护人去办手续,而男主就在院子里玩耍 突然抬头看到了屋子里的小男孩,很是奇怪 很想进去看看,却被另外两个小男孩带了出去 几个小孩子在讨论话策的时候 男主的监护人放下男主的箱子就狠心地离开了 随后男主也就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然后校长给男主安排了宿舍并说了一些注意的事项 与此同时,其他的孩子们也都下课跑回了寝室 到了晚上,男主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睡不着 于是就抬头看看墙上,而这张床曾经是一个叫桑迪的孩子的 随后男主就听到了叹息的声音,并看到了床边的影子 男主起身去查看时,大家的水杯也莫名其妙地被打翻 声音打扰到了其他的孩子们 这时,大高个了解后,准备让男主独自去打水 当然男主也不是傻子 使用激将法让大高个和自己一起去打水 大高个同意后,两人进到那间被锁的屋子里打水 大高个打好后先行离开 而男主因为好奇,查看了那个屋子里的东西 似乎因为动静太大,引来了自私男 自私男查看后就离开了 接着男主也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桑迪的声音 男主下楼查看,却发现了一个水塘伴随着桑迪凄惨的声音 男主吓得急忙就逃 趁着桑迪还没走近的时候,离开了那间房子 正准备返回寝室的时候 大高个和另外一个男孩子使用弹弓打碎了水杯 然后被自私鬼抓了个阵着 第二天,本以为男主会被惩罚 却没想到得到了校长的宽恕 早餐过后,校长和医生讨论着当下的战事 自私鬼和长发女喝着酒共度下午时光 而男主则去了水塘边,想调查那个鬼男孩的事情 但是话还没有问完,大高个赶来准备拿刀欺负男主 但是男主也不是吃素的 抓起一个东西,就把大高个入到了水塘里 最后男主一听大高个不会游泳,又跳下去救了大高个 后来孩子们被自私男发现 男主居然还替大高个背了个黑锅 到了晚上,男主睡得更香的时候 被大高个和其他的孩子们惊醒 而理由并不是为了挡男主 而是为了看男主的海报 这转变让男主也是大吃一惊 在看画报的时候,大高个向男主交换了一个指环 于是两人又像兄弟一样谈起了以后的梦想 而就在这时,男主又听到了叹息的声音 随后男主就在一个金发男孩的嘴里 听到了关于桑迪的事情 原来桑迪在捣蛋掉下来的时候就失踪了 当时的老师们以为是被吓得逃离了这里 但事实可能只有大高个一个人知道 因为当孩子们谈到桑迪的时候 大高个居然很生气地离开了 第二天,自私男和孩子们装货的时候 大高个向长发女表达了爱意 毕竟在男人的天堂只有美女才是最受欢迎的 又到了振奋人心的晚上 男主偷看了大高个的画册 知道大高个和桑迪的死脱不了干气 随后又去问导弹桑迪的去向 而这导弹似乎沉浸了 拔了一根毛就飘向了那个有水潭的屋子 男主紧跟着毛进去看到了桑迪的鬼魂 并请求桑迪告诉自己大家都不死的方法 但就在桑迪慢慢走向男主的时候 男主却害怕地跑了 然后男主又躲进了一个杂物间 在里面睡了一夜 直到第二天被一个胖老师发现 在吃早饭的时候 医生突然向校长说 因为同党被抓 所以必须离开这里 否则会遭到灾难 校长深思熟虑后 同意离开 就在校长准备收拾东西离开的时候 自私男出现想要抢夺金条 但是却被校长打伤 随后就被医生赶出了收养院 自私男被赶走后 孩子们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而这个时候 长发女突然发现 原本满满的汽油桶 已经只剩下了空桶 不仅如此 还有漏油的汽车 和准备置医生和校长于死地的自私男 真是为了得到金条 拼了老命啊 就在长发女准备拿枪阻止自私男的时候 枪的走火惊涨到医生和校长 为此长发女激怒了自私男 自私男爬起来后就点燃了汽油 长发女急忙提醒医生赶紧疏散孩子们 但是到最后只有医生和一部分孩子们跑了出来 胖老师和校长还有几个孩子都被炸死了 而医生也被炸晕了 过了一会儿 医生醒来后 发现了自己的耳朵不好使了 看着眼前一片狼藉的收养院 和被炸死的校长 内心很不是滋味 于是长发女决定去村庄上求救 而医生则去最高的地方 准备清理门户 杀死自私男 到了晚上 大高个儿向男主坦白了桑迪的事情 原来在以前的某天夜里 桑迪和大高个儿去捡BT虫的时候 遇到了正在开保险柜的自私男 随后自私男就狠心杀人灭口 将桑迪打云后扔到了水潭下 而大高个儿是当时唯一的健身者 画面转到长发女这里 长发女去村庄的路上遇到了自私男 自私男原本让长发女道歉 就可以和她一起远走高飞 但长发女不肯 于是就死在了自私男的手里 自私男将长发女杀死后 就去了收养院 见医生还活着就转头离开了 可能还是有点害怕医生吧 而医生见自私男离开后 又坐下来休息 随后大高个儿站在窗户上望着外面 没过多久后 医生就安静的离开了 而男主则带着其他的孩子们 捡剩下能吃的食物 就在这时 男主又见到了桑迪的鬼魂 桑迪告诉男主 将自私男带给自己 孩子们就可以安全的离开这里 男主急忙将这个好消息带给大高个儿 却没想到 医生已死 大高个儿也被自私男给劫持了 自私男将孩子们关在一个屋子里 而自私男则和其他两个壮汉 准备打开保险柜 而孩子们也不干背锁 在商量着怎么逃脱 就在大高个儿将一个孩子 送出去商量计划时 门突然被打开 画面转到自私男这里 自私男等人打开保险柜后 却只有一些照片 一块儿金子都没有 三人很是老木 第二天天亮 自私男在搜寻的时候 发现了校长藏在家腿里的金块 与此同时 自私男的两个同伙 也抛弃了自私男离开 而这时的孩子们 也准备好将自私男送去见桑迪 然后大高个儿和男主两人 将自私男引到了水池边 就在自私男准备开枪打孩子们的时候 大高个儿将自私男刺伤 随后又配合男主等人 将自私男扔进了水池里 送给了桑迪 桑迪也算是为自己报了仇 电影到最后 孩子们收拾行李离开了收养院 而已经变成鬼的医生 也目送着孩子们离去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